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爱 我所到之处都可以化暴力为祥和 化忧伤为喜悦 化黑暗为光明 悲伤 愤怒 冷漠 那不是真正的我 真正的我与爱纯然一体 我是神圣完美 圆满巨足 我是富裕繁荣 我是爱 是喜悦 我善待所有的人 我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每一件事 我从一个好的角度善解所有的事 我耳朵听到爱 眼睛看到爱 嘴巴说的都是爱 我做的每一件事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出自于爱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感谢的 光明的 温暖的爱语 让我爱所有的人 让我心中没有怨恨 让我的心中只有爱 当我可以有所选择 我一定选择去爱 一定选择理解和祝福 我和一切人事物 本来就是调和美善 一体的存在 爱 时时刻刻 分分秒秒 遍满一切住所 爱 无所不在 我的内在是全然的爱 慈悲 智慧和光明在我的里面引导着我 我放下自我的妄念 我舍弃 批判 掌控 分别的心 我就是爱 我就是爱 就是智慧 就是勇敢 我很健康 很幸福 很平安 我的心心念念 只有爱与善与美 善意 善意 祝福 是我唯一的感情 善意与祝福 是我唯一的心念 我每天都一点一滴的 在净化当中 感谢我 感谢我 感谢我内在淳朴而真挚的爱 正源源不断地滋长着 扩大着 我正朝着完整与美好 迈进 感谢每一滴水 每一张纸 每一支笔 万事万物 我都珍惜 我知道它们的珍贵 我感谢上天的恩赐 感谢我这双喜欢住人的手 感谢我这双慈爱的慧眼 感谢我这双喜欢实践又非常有力的脚 我珍惜 欣赏 感恩当下的一切拥有 我每天对上天赐予的大小恩典都充满了感激 我正在接受爱的指引 我正朝着成长与繁荣迈进 无限的创造力就是我的本质 感谢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不论是多是少 在任何事情当中 我都以爱与和谐 善良和真心来表达我自己 我愿意成为一个真心的敞开的 经常表达爱与和平的人 我的身心灵 每一天都持续的在净化当中 我也喜欢 我也愿意享受丰足 享受成功 随着我内心的平安和谐 我内在的幸福感 安定感和丰富感 不断地在增加 我的收入和报酬也不断地在增加 我全然释放我被压抑的梦想 现在 我勇于梦想 并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的内心越来越清明 越来越和谐 越来越平安 我是清明的智慧 是纯然的爱 我所做的每一个善良的选择 都为我带来更高的生命进展 和更多的丰足与爱 我提醒自己 每一分每一秒 都心存善意 为人设想 我把生命的焦点集中在 学习爱和宽恕 人生的目标 就是爱的奉献 我的内在 时时刻刻 都和谐 平安 我的身体 就是爱的居所 虽然我的身体 是有限的存在 但是 我内在的爱与光明 却是永恒 美善的存在 我每天的功课 就是一直去聆听 那内在的爱和光明 每一个人都渴望被爱 生命中 所有的经验 都没有好坏 那都是在教导我们 如何去爱 引导我们进入更高的 生命进展 愿我看不到别人的过错 只看到别人的美好 愿我看不到别人的黑暗 只看到别人内在的光亮 我以健康 热情 充满活力的方式 来展现 真实的我自己 我是为了学习爱而来 我是为了 奉献我的爱而来 我经常提醒自己 我是不是忘了去爱 我凡是感谢 一切以爱为出发点 我念念真心 亲切待人 实时祝福 世界上 没有真爱解决不了的事 真爱是最伟大的力量 真爱是最美丽的祝福 只要真心去爱 真心祝福 用无我的爱 面对一切 再困难的事 都可以迎刃而解 我用愉悦的笑容 迎接一切 用真爱的关怀 拥抱一切 用光明的话语 祝福一切 这个世界 一定会成为 天国净土 爱自己的人 就有爱人的能力 爱自己的人 不会伤害自己 更不容易 伤害别人 当我看别人不顺眼 是因为我看自己不顺眼 批判别人 其实是批判了自己 攻击别人 其实也是攻击了自己 当我能够去除 对别人的偏见 我才开始 学会了爱自己 当我开始爱上了自己 我才开始 学会了爱别人 让这个世界 回到它本来的样子 这是一个 彼此相爱的世界 而不应该是 彼此 所爱的世界 我随时 解释 并提醒自己 这么做 是不是带来了 生命的喜悦 这么做 是不是又捆绑了自己 是不是还有心结 有待化解 我愿尽我所能 去理解和爱人 我愿尽我所能 去帮助别人 我愿永远 用慈爱的双眼 去看这个世界 我愿意 永远用美丽的光明 去信任这个世界 在我的心中 永远有一份 善意的祝福 美好的期许 我有一颗 开放柔软的心 我就是爱 当我心中有愿 无法去爱的时候 我祈求上天 赐给我爱与宽恕的能力 当我攻击 我可以看出 我攻击的对象 只是一个象征 它是我恐惧的象征 也是我恐惧的化身 它是我恐惧的象征 却也是我爱的化身 它是在提醒 我应该去爱 我看到我的负面信念 是如何掌控了我的一生 我释放自己所有 旧有的思想 我打开封闭的心扉 我用爱去理解 接受 并感谢我的整个生命过程 我更诚实地做自己 我对人 对事 对自己 不再那么严厉苛求 我不再随意 对别人妄加评断 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 感谢我深具爱心的品质 感谢我包容 理解 谦卑 善良 美丽的心 我不断注视善 我不断去爱 爱那个对我不友善的人 不论他如何以恶意敌意对待我 仇恨我 我还是用我一贯的 纯纯的爱 继续对他好 我拒绝任何打击他的念头 话语或是行动 虽然他还是继续敌视我 仇视我 打击我 防卫我 但是 我还是以我 一贯的 纯纯的爱 我相信 那终将化解他的误会 溶解他的敌意 爱 可以 防止恨 爱 可以唤醒爱 爱 是所有的答案 这是宇宙 不变的真理 我是光 有着清净无染的光明本质 我是爱 我是无条件的爱 我内在的爱等同于神佛的爱 我内在的光等同于神佛的光 我就是爱的表达 所以我所思所想的都是善意与善念 我所作所为都是慈爱与悲悯 我不仅是肉体的存在 我是充满智慧与光明的爱的存在 在我的里面 有着无限的理解和慈悲 我就是爱 我有宽恕的能力 我的心中有爱 我就是完美 我不需要成为 成为什么才是完美 我心中的爱 就是完美 我感激 使我看清自己的每一个机缘 我打心底里 感谢我自己 今天 我不论断 今天 我不批评 今天 我仁慈地对待自己 和每一个人 富足之轮 就是我这一颗 慷慨开放 助人 爱人的心 我用我内在的光明与爱 祝福内心 尚未祥和的人 向光 向爱 向善 向美 愿所有的父母 儿女 丈夫 妻子 都能相互理解和接纳 愿所有的兄弟姐妹 冤亲 愿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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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够相互理解和接纳 愿大家看到彼此的一体性 愿大家相互接纳和有爱 我不高谈 我不高谈 扩论爱 我只知道 要爱 我只知道 去爱 我只知道 在乎爱 我只是 全心全意的 全心全意的 去爱 我知道 我的生命 就是爱 我的心 是柔软 诚实 清明 开阔的 我对眼前所见的一切 深深感激 并感到满足 幸福是内心的平安和满足 幸福是一种心灵的状态 我不一定要看到什么 拥有什么 或达到什么 我心灵的平静 就是 无比的幸福 生命 是庆祝 生命不是比赛 生命不是比较 生命 只是接受 我只想到 奉献 服务 付出 对整个世界来说 每个人都是重要的 每过完一天 我们都是对世界 造成了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所以 我们要对这个世界 负责 我决心 过完每一天 每一天 都要对这个世界 留下 好的影响 我真心诚恳地说话 我用爱灵听 每当我说话的时候 我确知 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出自自己的真心 和真爱 我带着深切的爱 诚恳地说出心中的真实感受 所以 所以我说的话 也会被真心有爱的人 理解和接受 每当我聆听别人的时候 我确知 我用爱来聆听与理解 因此 我的心中 总是被爱 充满 我是家中的和平制造者 我是团体里的和平制造者 我是光明喜悦的种子 我是幸福美丽的天使 我就是爱 我的心越来越柔软 我的生命越来越喜悦 我接纳我全然神圣的本质 我越开放 越接受 就越光明喜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